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渐渐恢复以往的节奏 而今年的第四季 新车真的是一台一台的出 想要买新车的观众朋友 你准备好了吗 以及在接近第四季度的时候 如果观众朋友想要买车的话 车厂到底寄出了什么样子的杀手键 来吸引顾客上门呢 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帮大家来整理 首先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近期其实有不少的热腾腾的休旅车 也要渐渐的上市了 包括已经上市了 甚至于即将要上市的 来 我们请智希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有哪一些车呢 好 这些车 首先第一它是休旅车 所以在年底这种重头戏的关头 一定是特别的受到市场瞩目 尤其今年的车呢 虽然全新车 大改款车没有很多 但是很多小改款的车 都是在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车款 首先第一个 也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是 这些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Nissan Kicks的小改款 终于终于终于 终于去台湾了 真的等了很久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 第一个我觉得造型变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整体设计的 比较时尚比较新颖的感觉 包含车头它这一次是一个 Double V 两个V motion的设计 已经把整个前抱歇杆 整合到车头里面去了 然后包含新设计的头灯组 整体的车头的轮廓 一直到车尾贯穿式的连贯式的尾灯等等 它也有连贯式的尾灯 对 我觉得就是在设计的那个 与会上面 算有跟上2023年式的这种新车的感觉 是的 那比较大在配备上面的重点就是 终于有ICC了 对 它有主动式的跟车系统 然后另外像一些安全的配备 也稍微在补足的齐全了一点 那两个配备 两个等级的配备 大致的差异 就跟原本的差不多 那可能在高阶会多一些 像是环境影像 那些比较豪华 比较科技的配备 配备上的差异 配备上的差异 但是整体产品的战力 都是在这次小开门之后 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以它这售价的区间 还是会继续热卖的一个车头 但是智希我想请问一下 它没有到Level 2对不对 对 它没有车到局中 对 只有车偏 再加上ACC 这样子 对 我了解 但是 够用了 在这个同级的这些SUV里面 我觉得表现也不差了啦 因为它的价格优势 对 再加上Kicks的口碑 它的名声 我相信一定还是会 很热卖的车种 然后再来呢 我们稍微讲一些 冷门一点点的SUV 首先第一个 雪铁龙C5的Aircross 那C5我觉得大家应该算熟啦 我们节目上也介绍过好几次 它就是一台 很主打极致舒适取向的SUV Ctron的标标准准的休旅车 然后涡轮增压啦 前轮驱动的配置 然后有磨坦般的行驶的质感 确实是很舒服很舒服的一台车 然后它的小改款呢 几个重点就是 第一个 大家看到在外形上面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管车头 车尾 侧面 轮圈等等 小细节的一些刻画 跟之前不一样了 然后在内装 除了原本的数位仪表之外 中控也变成大尺寸的荧幕 然后排档也变成那种 小按键式的 跟最新世代的车 比如说1208 他们这些电动车 走得比较接近 所以我觉得科技上面 是这一次改变的一个重点 那我觉得如果在同样的价格带区间 C5确实还是算有竞争力 但是相对品牌比较冷门的一个车 特殊的品味 或是你喜欢这种稍微小众一点 精致的发系车的休旅车的消费者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再来是Skoda的Car Rock Car Rock其实一直是Skoda的休旅车也好 旅行车 房车 车系里面 我觉得算比较低调的一台车 然后整体的可能性价比啦 配备都不是那么的 讨论度那么的高 可能跟什么Superb 可能跟Car Rock相比 因为它毕竟尺码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世代也不能算最新的 然后这一次小改款呢 你如果问我它改了哪些东西 我确实也没有很清楚 因为还没有试过车 然后造型啦 造型有点不一样 然后之前在台湾要 国外才有推出的数位仪表 这次有加上去了 然后像Level 2的一些功能啦 就是辅助驾驶 再一些优化 对 稍微再优化一点点 有啦 轮圈啦 其实跟Codex有点像 小细节 然后比较大的差异是 这一次多了Skoda的车型 就是有运动化的版本 但是实质配备上的增进 确实不像其他的小改款车型 来得这么的丰富 就是一个稍微小重一点的Skoda的CV 然后最后两款呢 其实就是全新的车型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关注度非常高的 第一个Toyota的Crown的Crossover 然后今年初就已经预告 Crown会回归到这个车型 会重新的复活 然后用新的方式 呈现在大家眼前 然后也会确定导入台湾 首波的Crossover车型 它比较像是一个 Sedan的加高版本 所以它尺码大 但是又不像休旅车那么的高耸 然后包含它整体设计的与会 双色的车身或是科技的装萤幕等等 这些都是新的Crown非常有亮点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很期待的一点是 看看这一次有没有可能 它导入的油电系统 是最新的2.4涡轮的油电 就是在Lexus RX上面有的 对 可以这样说 2.4的油电 就是500H那一个 对 但是它不是Plugin 国外的资料现在来看 它不是Plugin 它就是单纯的油电 所以等于算 丰田油电系统 整个PowerChain体系的最新的一代 换成了给大车使用的 2.4涡轮 对 然后它也舍弃了 以往那种CVD的配置 它变成六速的字盘 在油电系统上面 所以 单就Crown的科技的部分 我自己是对它的动力 是最期待的 满期待的 没错 好 然后最后一台是OPPO的MOCA 其实它就是OPPO这个品牌 接下来10月初就要跟我们见面 所推出的第一款车型 整体的车身尺码 我这样比喻好了 我觉得大概跟KIA的STONIC差不多 偏小 就是以CV的同级的尺寸 比如说跟我们刚刚看的CARROCK相比 它是比较小的 然后它其实有点算 就2008的双身车 这个概念 大概就知道那个尺码了 它的底盘 它的动力是差不多的 然后台湾 手坡会不会有电车的版本 目前不知道 那接下来呢 在MOCA之后 可能会有最主力的 可能是像 比如说RAV4 或是像Mazda CX-5 Tiguang 那个尺码的标准的休旅车 在OHO上面会跟大家见面 但是品牌的开路先锋 就是这台跨界的CV MOCA 我觉得样子 蛮年轻 蛮有设计感的 我自己会还蛮喜欢的 那重点这些休旅车 有的小改款 有的全新车 在今年年底我觉得都其实非常有看重 是的确 这些新车蛮值得大家期待的 因为一般品牌的休旅车 的确是属于在市场上面的主力 不只是一般品牌的休旅车 蓬勃发展 甚至于在顶端的这种豪华的顶级休旅车 更是市场一直不断的在扩大当中 对不对 这些属于天上的东西 乐透名单的车子 其实在以前这样子的乘风品牌 不管是像Ross Royce这种乘风豪华 房车品牌 或者是像Lamborghini这种乘风的超跑品牌 他们现在真的不出一个SUV 他们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是他们逐渐的推出新产品 甚至他们的销售量也是逐年在往上升 我们可以看到到了2021年 就是已经完整结束的2021年 今年只会更好 但去年来讲的话 不管是疫情还是一大堆的因素 但它依然站上了14200台的高峰 反而疫情让很多的那种 乘风买家的车款销量整个暴增 对 我在家里没事干 不能收货 不能去消费商品 只好买车 对就买一些奢侈品 买些玩具回家玩 可以吧 放在车户开也开心 了解 所以可是很好玩的地方是呢 在这个图标里面 你会发现 因为DBX是比较新的车款 那其他三款不能说旧 但是他们比较早出来 所以你看2019年 2020年 其实就已经看得到 Bentega Urus 或者Curinan的销售表现 但是到了21年的时候 DBX它整整进步了400% 然后变成四分天下的局势 但很有趣的地方就来了 一般如果在别的集聚 通常如果有一台新的车子 突然占比扩大到这么大 别人应该就会缩小缩小缩小 在这个集聚显然不是 是往上堆叠 对 你看Curinan 它还是跟之前的销售量大致相同 然后Urus 也是跟之前大致相同 就算Bentega 它甚至还有成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 你会知道说乘风买家 他们在看待这个车子的时候 又跟以前在看像超跑 有点不一样 因为超跑以前的特性 到这个等级会是新车出来 大家就会追新车 然后下一次明年又有新车出来 我们会再追下一台 但是在超级SUV来讲的话 则是一直都有始终固定的支持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 那今年呢 我们看到这四大天王以外 我们还会加一个天王 就是法拉利的Pro桑桂 这台车子 它一直不承认它是SUV 但是我们一定要叫它SUV 多功能车啦 那就是SUV不是吗 所以它加进来以后呢 如果按这个图表看 我认为2022年会在这上面 对 但是其他人还是有一样的销售表现 不会因为它出来其他量减啦 对 两个原因嘛 第一个原因是呢 首先刚刚讲到了 大家都有固定始终的支持者 另外一个原因是呢 Pro桑桂他一出 最近就听到新闻了不是吗 就是好像要暂停接单 因为接太多 对 大家都 它怕变成泛滥的那个SUV车厂 一方面是啦 它没有讲白的就是 它的产能其实也没那么大 我们过往知道 法拉利的产能全开 也不过就是几千台的量 它也不希望 它想要物以稀为贵 它不想要车子卖太多 造成整个腐烂掉 所以它 我认为明年 看今年的数据的时候 它出来以后 绝对不会影响到这些车子 对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图表好了 这个也很有趣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超级SUV 这一类型的 在台湾一定过千万的SUV 在全世界的市场 前20名是怎么占比 这也很有趣 到现在来讲 其实真正占最多的是美国 对 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被 就是被大家告知 好像中国市场最大 其实相对之下 美国还是这种乘风 好划车的天下 我以为美国人就买皮卡就好了 他们也有有钱人 而且很多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名的中国 其实也紧追在后 其实已经差距很有限 所以你说嘛 全球两大市场 就是北美啊 跟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这个对车厂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记得很久以前 那时候车厂都会 针对说是欧归 还是日归 还是美归 然后那时候 美国人的用车环境最特别 他们的喜好最特别 所以车厂通常要专注于 帮美国设计或生产一个车型 但现在中国跟美国市场一样大 但这两个市场 其实虽然是敌对国家 但是这两个市场 其实消费者属性是比较捷径的 他们都国土很大 喜欢长途 喜欢大车 所以现在车厂在开发车款的时候 反而就不用像以前一样 还要特地去分类 因为我们现在百分之 像这两个国家加起来 以超级SUV来看 它占比已经占了几乎是七八成了 所以只要针对他们设计就可以了 是他们两个加起来 这后面的几个排名 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他们一个 但是其实我要讲掉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台湾其实也在百分榜上 12名 其实我刚刚还无聊的去看了一下 我们前面没有一个国家人口比我们少 所以其实台湾消费力到现在 2021年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惊人 甚至我们常常在说 什么像阿拉伯国家很厉害啊 还是什么 你说石油王子那些人 我们还领先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厉害吧 所以那甚至还有你看后面 我们的后面还有新加坡 法国 对 这么多有钱又人口多的国家 我们还是可以在前面 但是这个数据 我觉得也会随着销售量 随着刚刚讲的21年22年以后 继续进步 他们的销量也会更加的蓬勃发展 那明年如果还有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再来研究看看是不是像我讲的这样 好的 我们看到顶级陈锋买家的这种超级SUV 大家可能马上就想到 劳斯莱斯的库里南对不对 但接下来在这个市场当中 有一个新的战将即将参赞这个超级的 这个陈锋买家的SUV市场 是哪一台勒 对刚才我们看到有那么多款超级SUV 有没有忽略就是没有看到说有一个品牌 怎么没有看到就是全球卖的最好的这个集团 因为它不能算是超级SUV跟它好像不太会有想到 对 可是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一般普罗大众的车款卖得那么好 对 要亲民 都要去就是加入这一块 那所以说Toyota它其实最顶级的车款叫做Sentry 那这台车呢其实在日本它甚至就是那种天皇的御用座驾 也是许多就是那种企业大佬的这个就是指定的这个他们的座驾 那这台车呢其实我之前也有去日本试驾过 它的确它就是说它这个外形看起来好像坦白讲有点老派 可是呢你只要坐在车里面你这样子开出去 你会发现说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看你 那这一台车呢其实因为它从推出以来 它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豪华房车的造型 可是呢目前就有消息指出说这一台Sentry 它即将要推出SUV车款 那它的这个就是最直接的对手呢就是老舍莱斯的这个库里面 对那这台车呢因为它原本它在这个推出以来 它曾经有搭载过这个V12缸的引擎 不过这个是已经是上一代Sentry的事情 它现在新一代的Sentry呢它搭载的是这个V8 Hybrid的引擎 因为它毕竟也是要兼顾这种省油或环保的这些要求 所以说呢未来这一台就是Sentry的SUV推出之后呢 那预计它的动力也是就是会采用这种Hybrid的动力 而不会有这种V型12缸的这种配置 那这台车呢它以后呢推出以后它预计 连产量就是1000台 就是1000台而已 限量的感觉 对限量 而且呢每辆就是的价钱预计的这个售价 大概是日币2000万元左右 这台币大概多少 大概500万左右吧 400万左右 那价格比故里南清明多咯 对所以说它就是维持Toyota一贯的这种传统 就是用比较亲切的价格 可是呢还是给你这种顶级奢华的享受 那这台车呢 因为Sentry目前来说 它是这种日本当地的专属的车款 可是呢未来在SentrySUV推出之后呢 它打算就是进军全球 所以刚才像刚正姐有讲到说 这个全球超级SUV车款这个卖的最好几个国家 像这台车是美国啊中东啊或是我觉得台湾市场或许都有机会可以看到 真的好 除了SUV的消息之外呢 接下来还有非SUV的新车也准备一台一台要登场了 有哪一些车款怎样登场呢 Iris带我们来看看 好 其实现在通常还是休旅车 在台湾市场是卖的最好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还有因应很多不同的买家啊 像是就想要平整化的这种七人座啊 甚至是家庭大家庭用的这种七人MPV啊 以及可以存在更多的物品的这种 Sport wagon 旅行车 对 像这种箱形车等等呢 都会在第四季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啦 好 首先我们就拿这个非常箱的这个牛魔王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好 那它即将在10月18号的时候呢 要在力宝来做一个赛道的发表 那大家其实都知道呢 这个GR Supra呢 它有这个2.0 还有那3.0升呢 它跟Z4呢 它是一个双升车 那这一台呢 这一次呢 手牌 这边有表示呢 只会推出3.0这样子的版本 基本上哦 现在的初手牌哦 基本上都是销售一空啦 大家绝对是抢的 在这边我都已经听说 已经很多很多我身边的这种力宝的车友啊 他们都已经抢先 就想说一定要第一批交车了 那这手牌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GR Yaris 大家知道有这个IMT自动退档补油对不对 这GR 86居然还没有这个功能对不对 但是呢 GR Supra呢 就里面会配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类型的买家 基本上它已经是不在意任何的价钱的问题了 主要有车就好 有车我就要抢 而且我就要第一批 我很快的就要拿下去赛道做测试 然后呢 去做改装 去做升级 听说呢 这台车在引擎的调校上 可以升到大概四百八十几匹哦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然后再来呢 看到呢 KIA的这个Sitz Borwagon 它是一个旅行车 家用型的一个旅行车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 它就有推出 它主打的是什么 欧洲原装进口 而且它的售价非常的亲密 那时候推出只有109.9万 其实呢 这样子110万内的价格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欧洲原装进口 然后它的后行李箱呢 都有这样六百多公升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其实还蛮超值的 我真的认为 那之前的设计 我觉得它是比较偏向 比较圆润一点点的 那这一次呢 推出了这个小改款 那整个呢 当然是比较最明显的 就是可以看到呢 它换上了新的 KIA新世代的厂灰 然后在它的Tiger Nose 虎鼻的水箱罩 这边也帮它更锐利了 然后有点钻石型的 那种水箱罩的那种设计的感觉 整体的感觉呢 就是比较稍微霸气 然后带有一点点时尚的那种味道 那这台车呢 我预计我个人觉得 它的售价应该也会跟去年的售价 不会去相差到太远 当然也因应一些运输上面的成本 可能会有小小的一些调整 但我就觉得说 如果你不想要在街上满街都看到一样的制服车 CUV SUV 一样的车的话 其实你对于空间上面很需求 有考量的这种车主呢 是可以考虑这样子的一个车子的 而且其实现在韩国车 其实真的是越做越精致 大家其实真的是有目共睹的 然后讲到韩国车 这台车我觉得大家 应该是很多媒体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都觉得还蛮 就是耳目一新 然后觉得为之一亮的 因为这一台车 它算是什么 比较豪华型的器人做AMPV 这台车其实 我们要讲到它的对手是什么 是已经下架的Honda Odyssey 它就是为了要取代它的位置 没错 那你想想看 这样子这种五米 然后又是三排 第二排还有这种豪华 可以电动调整的这种座椅的 基本上目前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所以这个Honda 之前就是看到海外 他们叫做Gosto Gosto这个车子推出的时候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移植 然后来做一个国产化 那因为这样子不但可以降低成本 甚至因为知道现在缺车 晶片荒等等 我们不要在国外等一批一批进来了 我们如果国产化的话 甚至就可以让它 它可以比较交车的 这个日子会比较快 而且甚至对它 讲到亲民的价格 它这个价钱不到150万 这个GLTB的这个车型 可以有这样子高级的豪华配备 第三排的恒温空调等等 所以这种我觉得算是大家庭 应该是会考虑的 而且听说它的接待已经超过800张 是800张 非常厉害 那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常常往户外走的这种 车主啊 或者是家庭啊 希望甚至是还有这种 现在机场接送可能应该陆陆续续要开始了 就是商旅 商旅用途 商用型 或者是常常想要带家人去露营啊 车数啊等等啊 福特的这个Tourneal Connect 它要进行大改款了 那这大改款非常的有意思哦 因为呢其实福特跟VAG呢 他们做了一个商用车的一个合作的协议 其实从这个福特的Ranger 它就会跟这个Amarok 然后做一个共同的开发 那这一次呢福特呢 它就是要首款推出这个MQB平台的 这样子的一台 跟Caddy呢共同开发一模一样 其实基本上哦 它大概就是只有车头不一样 因为Caddy的这个车头 Caddy的车头是比较科技一点点的感觉 就比较像电动车 Caddy 我觉得它还是保有它福特的那个车头的味道 但是其实它所有的平台 然后它的悬吊 它的车内装等等哦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呃 再来呢就是引擎 原本的1.5升呢 预计会调成2.0升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虽然动力上面不会调整太多 大概122匹 但是扭力增加了大概将近10个公斤米 所以其实呃在动力上面 我觉得也是会有蛮大的调整的 我相信呢 这个这一批的大改款 应该也是会有蛮不错的销售成绩的 嗯 那讲到最后呢 这个呃 这一台可以说是货车 然后呢变得很可爱的这种日系Caddy 就是这台车它不只是 例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自营商啊 它可以买来 嗯 然后做生意等等用 或者是拿来载人 它其实还蛮适合现在很流行这种车速 嗯 然后野营等等 可以做一些改装啊 对 变成露营车 因为日本就是很流行像这样子的k car 然后做改装 它不只是呃 它日本拿其实有手牌 然后还有后轮驱动 还有四轮驱动 我不确定台湾会不会出这样四轮驱动的版本 虽然这个是比较小众 但其实对于这种常常露营的这种买家呢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且如智希刚刚讲到 它的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嗯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啊 或者是喜欢露营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台车应该也是会有非常好的销售成绩 对 因为很多老板们就在期待它的乡车出现啦 所以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Iris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都说休旅车大热卖 所以现在市场上面分成休旅跟非休旅 那刚才那边的这几款车 大概就是非休旅 可是呢 休旅车真的压缩到其他车款的这个生存空间吗 一般我们常常在节目中帮大家介绍 热血好爸爸一定要有一台旅行车 它不只有休旅车的大空间 同时还有房车非常好的操控 照理来说它的销量应该不会太差啊 但是有一份数据来分析 没有想到它去年旅行车全球的销量竟然大幅的下滑 其实旅行车 大家都会讲出旅行车我就买 但是其实旅行车我认为它在全球市场的高峰期已经过了 已经过好几年 还没几年过了为什么 那是台湾啦 台湾你感觉好像没有到狠起来 或是感觉它好像还在发展中的一个趋势 但是其实就全球来讲 它是逐年在往下滑的 我们就看这个图表 在2019年的时候 它可以卖到大概230万辆一年哦 然后2020年不到200万了 在去年只剩160万的数字 它的跌幅非常非常的大 对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讲 有几个原因导致旅行车的数量逐年在锐减 首先第一个 现在全球车坛的趋势是什么 电动车 电动车 你有惯一你有看到旅行车的电动车吗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你要出电动车一定都先往SUV 再来顶多坐个房车 或是 跑车 这种跑车之类的坐 怎么轮都轮不到电动车 旅行车 为什么啊 我觉得旅行车很适合坐电动车 相对来说市场太小众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旅行车呢 其实是一个很吃 国情跟民心的车种 那全球最喜欢旅行车是哪一个国家 是欧洲 一直以来都是 因为我觉得是跟地府有关系 比较有点像我们台湾或是亚洲地区 地比较小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地下室我开大台的休旅车不方便 但是我又有债务的需求 所以旅行车一直以来都是以欧洲作为主力的市场 美国人就不开旅行车 你有看过 开皮卡 美国开皮卡 开SUV 开MPV 差不多的价格 你要这样的空间我可以买 那我妈妈车我可以买minivan 对 地那么大我不需要开那种紧凑型空间需求的车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各个国家的数字 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首先卖最好的德国 然后再来 原来是德国爱旅行车 第二名是美国没错 但是以它北美总体的车总数的销量来说 旅行车其实非常的小众 然后再来什么俄罗斯 日本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旁边 这个是2021年和2020年相比它的销量 你看最大的大国 德国一口气掉了23% 然后你看很多欧洲的国家 比如说英国或者是什么瑞士 法国这些 他们旅行车的销售表现都不是好的 但是有一个国家成长了36% 就是中国 对 那大陆的话我可以特别讲一下 旅行车一直以来在大陆都被叫做瓦冠 他们觉得是有点像我们早期 觉得是那种做工水电工的车 甚至是零车 但是这几年在大陆的市场 其实旅行车是非常盛行的 跟过去几年的台湾有一点点像 不管是各种机能型旅行车 或是性能的 像Audi RS6 现在可以算是在大陆内地最红的性能旅行车 都算非常的风光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成长的数量 包含各个品牌 自由品牌合资品牌 愿意导入到大陆的车口数 也变得非常的多 那其他呢 像是有一些欧洲的国家 北欧国家 基本上都是下滑的 尤其在拉丁美洲体系 要知道旅行车 其实就只代表一种车 就叫做零车 真的假的 对他们来讲是完全牵连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旅行车有一些 是它的原罪 就是不同的国情 不同的民心 当初拿来用什么 大家觉得它就是那个车 大家的接受度真的不一样 但你说它好不好用 它是好用的 尤其近人旅行车 我认为是无法被取代的一种 对就是所有你想要愿望的复合体 对 但是呢 它终究会被休旅车取代 尤其真的这几年 我认为影响这么大 真的很容易就是受旅行 休旅车的影响 大台的休旅车 我以前不要那么大台 可能买旅行车 但是现在有CV了 没话说 我只能买小一点的休旅 在全球各个人口数 它需要的车种上面来讲 旅行车基本上都已经被取代了 是啊 在很多人的心中 被视为是完美人妻的旅行车 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跨界的休旅车 真的非常夯 而且卖得下下降 那是不是旅行车 再来给它跨个界 就是一个新的出路呢 郑贤你觉得 对 当初我刚第一次读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眼镜都快要掉满地了 为什么 因为旅行车视为 刚刚智希有帮我们提到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趋势 全球 长时间看它已经一直在摔队 不是这一年 还是这两年才摔队的 但是呢 当看到全世界卖最好的旅行车是什么的时候 没想到居然是苏巴鲁的奥巴 因为我们现在直觉 怪影你就冥想旅行车 你脑海中出现的 可能会是像什么Golf variant 我想是BMW三Turing 对 三Turing 五Turing 或者像宾斯的E Estate C Estate 这些东西理论上都感觉好像是更出头 更风光的旅行车 是的 结果看到数据以后 他奥贝克不只赢了所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旅行车 而且这个赢度 他就默默在卖 对 这个胜出的表现足足是别人的好几倍 对啊 为什么 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呢 因为它是众多旅行车里面 唯一一台专注在做跨界的旅行车的车款 其他的部分呢 当然像COROLA的旅行车 Aktavia来讲的话 他虽然有Kombi 其实他也有像所谓的Scott 就是也是跨界的旅行车 但是他们都不算是主要的一个产品 而奥贝克则是这个产品就是专注在跨界这个部分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 很多的车厂一定我们都感觉出来了 车厂一定也会知道 旅行车真的好像慢慢慢慢 有点像房车一样 越来越视为的感觉 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出突破 其实从两台 找一些新的出路 是 如果刚好现在要大改款或全新推出的话 那他们赚到的 像我现在介绍这两台 就是很显然的例子 先讲Montel好了 本来Montel其实在很多市场都陆续淡出 甚至传闻Montel以后就后继无车了 还好还好 如果你对Montel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的话 现在已经Montel的Aktiv 已经在路上被抓到伪装车了 表示他还会活着 他还有下一代 但是其实从这伪装车 虽然贴得密密麻麻的 但你其实可以看得出轮廓 他比以前Montel高了一些 高蛮多的 还是这个照片的比例不对 没有 这个就是对的比例 根本就休旅车了 对 可是没有 他的后箱又A柱到C柱D柱又比较长 一般休旅车会拉近一点 就是旅行车版的加高 你就当他是福特的奥巴格就好了 对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 像对应的产品 那另外呢 Chrome这台车子我们都知道 前一阵子造成Shanel大波嘛 因为他们不只让Chrome重新大改款上市 而且还一口气推出了好几个 好像有四个嘛 目前是预告了四个 包括第一个已经上市的Cross Over 然后接下来呢 其中一个就是Estat 旅行车 是 但是这个Estat很好玩 我们以前在讲旅行车 什么是旅行车 房车后面C柱跟D柱再加了一 对 再加了一节车厢 这叫旅行车 所以Chrome Estat 我们本来会想说 那大概是Chrome的Shanel的旅行车版本 结果其实不是 Chrome的Estat 它其实是Chrome的Cross Over的旅行车版本 越来越复杂了 这就有点像是B&W X6的旅行车版本 那种概念一样 对 所以很有趣的地方 它把它列为第二波的 先发名单的车版里面 对 表示它也很看重这个市场 表示苏巴路转成这样子 一定大家都已经看见了 所以未来这些我们刚刚看到 经典的这些 包括关于说的三系列的旅行车 还是V60 A4 A6这些车子 未来是不是渐渐渐渐 像A4跟A6不是以前都有All Road吗 会不会渐渐都往那边靠拢 可是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 卖不好的水彩机车 对 死一死也彼一死也 消费者果会多变 也对 因为太早出来了 是 有时候当太先知的话 反而会很孤单 大家都知道现在新车价真的一波一波 不断在调涨 这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可是我们最近看到 Toyota还有二度的调涨 那影响的车款有哪一些呢 对 其实不只是Toyota在调涨 在日本甚至连三菱 甚至连苏巴路在经济 都有百分之二到三这样子的一个涨幅 你看这种全球缺晶片 然后这个零件组等等 又因为运输的成本增加 卡物流等等造成这样子 全世界都在缺车 那Toyota这边呢 就是进行了一个二度的调涨 那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样哪四款车子 首先就是Tong S 就是做生意会使用到的 这种发财车 这种货卡等等喔 它的涨幅还比较小一点 它比较有考量到做生意的人喔 当然是比较辛苦一点点 那像是手牌的这个铁床跟木床等等啊 还有自排这些呢 通通都是加了一万块 所以有百分之二这样子的 一个小小的涨幅 那再来呢 就是进口休旅的一个龙头 RAV4 Hybrid的车款呢 它从4.1万 然后呢 加到4.5万 这样子不等的一个涨幅喔 其实这边就来到了 大概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四的涨幅喔 然后再来呢 还有Sienna的Hybrid呢 也有涨了 这个这个来了数字 就比较大一点点了 它竟然涨 一次涨了十万块 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器人座的休旅 基本上呢 其实是 它的价钱越来越高了 它的成长幅度 也是来到百分之四 那GR系列喔 其实它呢 这个花了非常多的精神去开发 具R Yaris这台车 当初出的时候是多少 还记得 179 179万 那其实呢 去年已经有第一波的这个涨幅了 它已经涨了六万块 那个时候呢 这些性能玩家 就是又一窝蜂的 就是想说 还好我有先订 那后面呢 又跟着一批之后呢 哇 接下来这一次的涨幅来得可大了 它竟然来到了11万 就是185万再加11万吗 对所以现在基本上 这台车只要花196万 就是200万 将近200万 才能够买到这台暴力压了 所以其实你看它的涨幅非常大 到百分之六 那最近呢 大家呢 GR性能呢 会关注的是什么车 就是GR86 它其实上个月才正式的跟大家见面 然后呢 60台才陆陆续续的在交车 这60台都还没有交完 它就已经推出了说 不好意思哦 这个开发的成本啊 所有的一切都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必须要在家里11.2万 对 11.2万哦 对 但是它有700多张订单 所以你在9月20号以前下定的 真的是好家债 欸 芷熙 又要注到它了 11万你赚到了 不是啊 就是说不用接受那个调涨的价格 不用多花11.2万 对 因为包括我自己车队那时候 其实就已经先 你不是也有两台吗 就是有订两台 对 我觉得我们车队还 运气还蛮好强 现在第一波先入手了一台首排 然后这个时候 就觉得还蛮幸运的 那接下来9月20号之后的话 不好意思哦 你要买手排就是164万 对 然后呢 买自排呢 有这个TSS2.0的话 就是168万 好啦 想想 换个方式想 这168的数字听起来 还蛮 还蛮吉祥的 好一点点 好 因为真的全球都在涨 给它另外一个选项 其实这个Pojo 保家联合 这个Pojo L Citroen 目前呢 就是有发一个公告 就是说 我们今年年底前是动涨的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开发系车的话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目前比较佛心一点点 没有在一片这个掌声响起的时候呢 这个跟着一起涨的一个车商品牌 是 所以聪明的消费者就知道 在这一个混乱的时局里面 如果说你看到新车 也是你喜欢的车款 通常只要在预售的时候 大部分人就会直接下手了 因为新车价不可能在上市之后 它还给你调降的 只会越来越贵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你真的锁定目标 要赶快下好离手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车场 就是逆势的操作 在这一片掌声响起当中 它硬是推出了 比以往还要更亲民 更便宜的价格 来让大家可以入手 就好比最近真的声量非常大 关注度十月份 所有亮点都在它身上的 就是最便宜的国民电动车 已经准备要跟大家见面了 是不是 对 这一台纳志杰的 就是首款电动车N7 它就预计在这个十月十八日 举办的鸿海的科技日 会就是亮相 对 那这一台车呢 它其实呢 它有很多的这个吸引人的条件 包含说它的这个续航里程 有七百公里 然后它是售价一百万元以下 还有它有这个最大的动力是四百匹 那这些综合的条件 其实那看起来好像 好像不太可能 在同一辆车上面发生 对 其实呢 我们可以先大概做个预测 就是可以先来就是梦 做梦 梦一下说这一台车 它大概这个车型编程是什么样子 那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根据目前的这个科技来说 因为电动车你的续航里程 取决于说你的电池的大小嘛 那如果说这台N7你说又要在一百万元以内 又要有这个七百公里的这个续航里程 其实基本上来说 以现在的这个造车的成本 跟这个电池的科技不太可能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百万元以下 跟四百匹 还有这个就是七百的里程 这三个条件其实要拆开来 那一百万元以下呢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小电量的这个车型 包含说它的这一个电池的电量 大概是五十到六十千瓦左右 那它的续航里程 我觉得大概就是大概四百公里 合理了 对 那这个一百万元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吸引大家想要入手电动车的一个 就是很好这个入门的条件 对 因为四百公里 四百八 那个美国不是有经过一个测试吗 四百八十公里 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其实是你的 你就比较不会有行驶的那个焦虑啊 对 的确 如果说你这台车 你都是要在市区行驶的话 其实四百公里我是觉得绰绰有余 是 两个星期可以不用充电 如果在都市里面 的确是这样子 然后呢 好 我们再来讲说 七百的续航里程这件事情 这个的话呢 我是认为说 它这个N7会把这个售价定在 大概已经是一百三十万元的这个机具 一百三 也算挺便宜 七百 七百公里 那它搭载这个电池的电量 大概会就是差不多八十到九十度电的这个电量 现在目前可以破七百的就是宾市的EQS 它搭载的电池大概一百多度 对啊 一百度以上 不过因为EQS它车型也比较大台 而且也比较重 而且它搭载配备也比较丰富 所以说其实你大电池搭配大的车重 然后达到这个七百的续航力 其实这个也是算合理 好 接下来呢 四百匹的这个条件的话 我是觉得它会是定义在说 一个更高阶的一个性能版本 那的话应该也是用这个 八十到九十度电的这个电池 然后搭载这个前后双马达 然后才是有这个四百匹的这个最大动力 那这辆车呢 就是会在就是十月十八号 这个鸿海科技日会正式亮相 那我觉得就是到时候大家就来看看说 这个正式的这个车型变成会是什么样的 嗯 没错 好 除了这一台纳智杰的N7电动车之外呢 其实大家在关注的另外一台电动车 也是近期正式上市的Tesla的Model Y 观众朋友 你订了吗 我作为真的蛮多朋友已经订了 然后我们来帮大家来稍微评估一下 它会不会是接下来电动车的霸主 甚至于干掉自家的Model 3 好 讲到Model Y一定是非常多人期待的车款 我先讲 我不是一个特分 我甚至对这个品牌蛮多的地方不认同 但是Model Y我觉得它是一部很... 很值得期待吗 蛮值得买的 而且一定会大卖的电动车 为什么 因为它是休旅车吗 我觉得是在空间的表现上面 很多人想要这个售价的Tesla的电动车 但是空间确实整体的车身尺码尺寸 有点不符合大家的需求 然后我觉得它主打这种低价CP值的路线 是可以再往上加一点 等于说Model 3跟Model X或Model S中间有一个太明显的断层 那Model Y的出现我觉得刚好稍微的填补了这个区间 那它这一次上市呢 它的售价在Long Range的入门版本上面是229.99万 就是等于说比Model 3的Performance的版本再贵一点点 就是破200万 然后如果你把它跟Model 3相比 虽然两台车是采用相同的电池码的模组 同样的平台来打造 但是车身尺码的部分 不管长宽高甚至是离地高甚至是轴距 车重Model Y都比Model 3大了一点点 那我先讲其实这一次国外很多人很关注的几个 它的特色 比如说白内装 比如说5加2七人座的配置 都还没有在台湾开放 所以现在就只有黑内装 标准的五人座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前行李箱容积 后行李箱容积的部分 都比Model 3好上非常的多 那我自己最近常常去这一两年吧 有时候出去玩出去露营的话 常会看到Model 3 我就觉得如果家庭买家来说 Model Y绝对是更适合的 绝对 因为它的空间尺码都更大 表现更好了 感觉就是丑了一点点 没有Model 3那么流线那么帅 然后好像也没有 是不是小一号的Model X 但也没有Model X那么霸气的感觉 就是有点Model 3在拉高 那种做黏土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论造型没有Model 3好看 但是空间的机能尺码会很棒 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其他的电动车来比较一下 刚刚讲一下他的售价是229.99万 然后如果是performance的版本的话是259万多 所以价差大概在这边 两者的差异主要就是动力 21寸轮圈 然后像低一点的悬吊 铝合金刹车踏板这种配备差别不大 反正TESLA也没什么配备了 毛胚车嘛 就只有一个荧幕 重点就是差在动力 那跟其他我们现在比较红的几款车型相比 我觉得最接近的应该会是EQB EQB的话呢 当然定价在高一点点 然后尤其宾市又是豪华品牌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车身定位跟客群 还有尺码是比较相近的 当然EQB它比较方正的一个设计 所以再加上又有七人座 所以空间尺寸好了蛮多 但是Model Y当然在动力的表现 加速还有续航力的部分 Model Y有超过500公里 那EQB的话是400多 稍微又再好了一点点 但如果你跟其他的一般品牌相比 KIA的EV6尺寸其实也差不多 但是价格低了蛮多 那续航力的部分其实也不差 但是就是空间的尺码 它毕竟还是有一点像BD4X 不是那么方正的休旅车 它比较以鞋背流线的造型为主 所以这两款可能会比较接近 那尤其以售价来说 BD4X现在买不到 但是以价格带的重叠性 产品的定位 再加上现代的IONIQ 5 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的 但如果你可能比如说IONIQ 5 你买到Performance的版本 就会跟Model Y是比较相近的 尤其现在EV600 对 也破200了 动力的部分 价格的部分 都会在这台车 Model Y在市场上绝对是一个 蛮可怕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豪华品牌的新车也即将要跟大家见面了 对 如果大家口袋还薄薄的话 接下来有好多的高级车要跟我们见面 对 第四季我们迎来了 这几台其实每台都算是在台湾市场 非常举足轻重的车款 先从B&W大军来看好了 B&W今年第四季一口气 有三台新车要出来 而且每台都非常的重要 首先三系列 其实 对 我们一直以来 可能从小到现在 对B&W的印象 搞不好就是从三系列建立起来的 现在它要进入了小改款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变化在于外观上 它把它的车头稍微的跟新世代 做出了一个连结 然后过往的感觉比较 过往其实感觉比较沉重 比较沉稳 稳重 但现在看起来则是比较运动感 除了三系列以外 再来B&W 这个就更重要 我觉得 因为它是旗舰 就是七系列的大改款 这一代大改款的七系列 其实变化是非常的大 首先它没有以前的 所谓标准轴距 直接就是给你长轴版 所以车长最起码最起码 也不能说最起码 唯一选择的就是5米39左右 好长喔 5米39 这个大小开在路上 你能想象它就是一台老师来斯 Ghost的大小 或者是一台B&W的大小了 对 那它在设计的主轴上面 它跟刚刚讲的三系列 有一点不一样 它们现在的大车 它们现在的顶尖车子 它会把头灯做成分离式设计 这样子来陪衬它的大型化 刚刚关于有讲到的 拉长的水箱护照以后 看起来视觉会更有震撼性 比较有均衡性 不能什么东西都大 头灯也大 然后鼻孔也大 这样很快 看起来很丑对不对 对 就整个前脸 全部被水箱护照 还有灯给占满了 是 它们设计师不是吃素的 然后好 再来看到B&W X7 这台车子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怀疑说 X7这样的大型的LSUV 豪华品牌 到底市场好不好 结果从它的销售表现 来看确实 还是蛮多人需要这样的车子 而小改款以后 一样比照了刚刚七系列 因为它是属于高端的产品 所以它一样分离式头灯 一样把它往上提 然后加大它的水箱护照 里面也跟他们的兄弟一样 又是全曲面的荧幕 好 看完B&W大军以后 再来看其他的豪华品牌 这一定卖翻的 这个车一定大卖 因为以前我看到RX会觉得 这好像是阿伯的车 但是现在的RX 哪有阿伯超怎么可能开这么前卫的 连我现在看到我都会觉得 如果买一台来开着上下班该有多 而且很有未来感 是 它整体的感觉更有 我觉得像是以前我们在改车 改VIP风的那种感觉 对 看起来就是跑哥 而且他的跑哥不是只是看起来 他新车不只有以往 那三五年到六年 我再次看起来 我再次看起来 我再次看起来